美国股市受到了零售业科技业财报的激励 中场表现亮眼 那么四大指数的涨幅如何 我们交给国际组记者柯信仪 好 主播观众 带您看到财经消息 由于投资人是在等待即将公布的 这个联准会11月的会议纪要 那另外同时 美国许多企业公布的财报 也稍来不少利多 那这些都激励了市场的情绪 也让美股指数周二 是四大指数全数收高 首先来看到 道琼指数是涨了1.18% 那另外像是纳斯达克指数 也涨了1.36% 那标普500指数也是涨了1.36% 同时收复了4000点大关 那其中在费半指数 更是上涨了3.03% 那其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零售电子业的巨拨 百思买这个Best Buy这间公司 它的股价更是上涨了12.71% 那百思买最近的财报获利 是大幅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 那也就是说呢 其实现在美国是笼罩在 这个通膨的情绪当中 但是看起来民众对于 这个高价电子产品的需求呢 还是不减反增的 那另外呢 值得观察的就是说 其实美国啊 这个礼拜呢 是要迎来这个感恩节的假期 那通常在感恩节的这天呢 美股都会收市 那接下来大家也非常关心说 通常在感恩节期间 美国股市会怎么走呢 那其实根据历史数据上面来看 从1950年 这个道琼的市场数据来看呢 1950年到现在呢 长达72年的感恩节假期里面呢 有多达49次 这个标普500指数呢 会是上涨的趋势 那其中呢 在这个感恩节期间呢 扣掉了这个感恩节当天修市之外呢 美国的这个标普500指数 也有60次会是上涨的趋势 只是当然今年呢 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 市场情绪要观察 首先当然是像是这个大陆的 防疫措施又更紧了 那另外呢 也是说像投资人 现在还是很关心联准会的 这个升息态度 因此刚刚的这个 这个数据呢 还是仅供投资人参考 那只是说 这一周的这个股市表现呢 也是值得大家来关心主播 另外是马斯克收购了推特之后呢 大刀阔斧整顿了 公司内部先是大规模裁员 然后又规定不能够在家里头上班 造成很多名人不愿意再使用推特了 那我们再把时间交给信仪 好那持续看到这个全球首富马斯克 他在收购推特之后呢 其实风波不断 首先呢这个推特本来是 这个7500人的公司马斯克一句话 就说要裁掉50%的员工 那接着呢 其实是在这个 22号的时候又有1200名员工 也提出了辞呈 因此啊 现在推特呢 整个推特只剩下 大约2750名员工 就不到3000人左右 那现在对一些推特的名人来讲 尤其是这个政治圈或是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些比较敏感机构的这些人来讲呢 在马斯克反复无常的这种领导态度之下 推特的走向 还有他接下来这间公司的发展 是让大家非常担心的 所以现在呢可以看到啊 像是这个美国的政治新星 就是民主党的联邦众议员 有一位这个叫欧加收扣地资 这位这位议员呢 他在上周他就推文告诉他的这个1340万位粉丝说 诶我不使用推特咯 接下来请到IG上面来找我 那另外呢 其实不少名人啊 对于推特之前充斥很多这个谩骂的消息 还有假新闻等等 他们也都心生芥蒂哦 像是这个流行乐的偶像 Selena Gomet 还有呢 另外像是美国的名模积极哈迪等人 他们其实都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发推文了 那另外呢 像是比较时尚圈的啊 像这个巴黎世家精品 巴连西亚港 时尚达人呢 也成为马斯克入主推特以来呢 他们就第一批就已经宣布要暂停使用推特了 那其实大家就好奇啊 说那如果现在离开推特 但接下来你是必要去寻找另外的这个新的社群平台嘛 所以呢 就知道有一个像是新的 界面粉像推特的一个新平台叫Mustardum 如此像 他现在就涌入了许多的用户 那我们可以看到Mustardum 他其实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免费开源的社群平台 也就是说你在上面一样是可以有这个 加一些追踪你喜欢的用户啊 同时也可以转发或者是一些重新编辑贴文 发文上传 点赞啊 分享等等 这些功能都是有的 是跟推特非常像的 因此呢 短时间内是涌入了很多用户 那另外啊 像是这个川普 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美国前总统川普到底要不要回归推特 那川普现在也是表示说 其实回归推特已经 他已经一点兴趣都没有啊 他现在是使用 他们这个自家的新创公司所开放的新平台 叫做Truth Social 只是说啊 不管大家接下来使用什么样的平台 也就是说现在推特的人数 这个员工数其实是大幅减少 那广告商呢 广告业主也是大幅的撤出 所以接下来呢 这个平台到底要怎么营运 以及说他们人员大幅减少的情况下 要怎么样在马斯克 又想要兼顾言论自由的前提之下 同时呢 还可以来审查平台上的这个贴文机制 那这个呢 毫无疑问啊 会是一个新挑战 那也是大家值得关注的重点 以上是问你掌握的新创习 将时间镜头交换捧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